以迪士尼动画《冰雪奇缘》 小飞侠彼得潘 《魔法奇缘》为主题的《梦幻全乡》 是东京迪士尼开业以来最大的主题园区 将在今年6月6号正式开幕 目前所有景点已在最后调整阶段 期盼打造一个足以向全世界夸耀的迪士尼幻想世界 《万多迪士尼》是高层期间を含有約10年 投資金額は3200億円と 東京迪士尼市に次ぐ大規模開発とあります 東京迪士尼リゾートはもう一段進化し 世界が注目する Only Oneの場所になっていくと 確信しております 东京迪士尼日前先行公開冰雪王国 小飞侠夢幻島以及乐佩公主森林 三个区域的25分之一造景模型 还有新饭店 以及将在新餐厅与商店推出的菜单与商品 明白宣示这项最具野心的园区扩张计划 梦幻全乡 总面积达14万平方公尺 从2019年5月开始动工历时5年 总投资约新台币673億元 要重现电影中的梦幻島 海盗船 乐佩公主的高塔 以及艾伦戴尔王国 中央社記者戴亚珍 东京报道 中央社記者戴争